好那么这个安装好之后呢对吧这个也是开启GPU支持的如果你非得按这个东西呢你在你windows上面要安装相关的驱动啊环境啊等等 你可以从官网或者说我给你的这个等下给你发的这个环境搭建里面去可以看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对吧这个tensorflow 它的这个基础是什么样的对吧它tensorflow到底整个程序呢是怎么去设计的 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案例来先了解分析tensorflow的整个结构 就让我们是先去了解分析而不是先不关注这代码怎么写对吧 先不关注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以前对吧 写一个python程序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实现一个加法啊 比方说你定义了一个函数对吧 第一个函数穿两个三处进去 对吧a加b a加b返回出来你的结果 你可以穿两个三处进去返回这个结果吧 那么tensorflow写这样一个程序呢就完全不一样 或者说它的这个角度呢就不一样 所以有这个做了这个tensorflow开发之后呢就发现你学了一个新的语言一样的 对吧这个整个程序的设计或者你整个去写这个程序呢 跟你写python程序是不一样的啊那注意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做这样一个加法运算呢 现在你只看到我写就行了啊不管这个每一部分什么意思 对吧来看一下我把这里先关了 那么我们来写一个程序 首先如果你安装好这个cpu版本之后呢 你一般的直接 inporttensorflow as tf就够了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解写成 tf好那接下来我要实现一个加法对吧我来实现一个加法运算 那怎么办呢首先你实现一个加法运算是不是也定义两个数吧 是不是得定义两个数啊哎这两个数比方说我a等于 tf.constant 你现在就看我写就行了啊constant 然后呢比方说我给他一个5.0吗 哎再来一个对吧现在定义一个对吧 那b等于tf.constant 啊就是说6.0对吧 接着我们先不去实现一个加法对吧 哎我来看一下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a和b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什么哎他不是一个直接把5.06.0打印出来吧 对吧他没有打印出具体的一个数字 而是打印出来一个类型 对吧那怎么样去实现加法呢 哎那我们在tensorflow当中你可以这样去做 比如说我用一个数呢 去比如说叫some1吧 我去这个哎 tf.add 他专门有一个加法的操作 那add什么呢 a和b对吧 还加上了a和b 然后呢返回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不是就是11.0吧 哎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把这个 some1给打印出来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什么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值吧 他也没有打印出来值 那所以我会发现在tensorflow当中你写程序没那么简单对吧 写完的时候哎他都没有给你运算对吧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去真正的要去进行这个加法的运算怎么办呢啊这里你就看了我写就行了对吧 vstfd session那一般是这样一个固定的写法 然后呢我这个sum是要把它运行结果出来的啊我打印一下注意了也是要打印session他有个run方法那我可以把sum1啊那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sum1能不能有结果 好这里出了一行警告啊这四行警告是可以去除的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你的这个代码呀就是你这个框架是通过拍不音搜了是吧 如果说你是通过圆码编译安装的就是说你拿到这个圆码然后呢什么拍吧这个呃 圆码安装啊就是用那些这个命令你就可以去干嘛呢 开启这个cpu的加速就是说圆码安装的他能够充分的去使用什么你的这个cpu能充分的使用cpu去进行计算啊这个呢能够提高你的速率当然我们都是用拍不音搜的 哎就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对吧当然你可以去选择圆码安装你可以把它卸载了对吧再去下载圆码然后使用拍吧等等命令去安装好 那么我们重点啊关注先关注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11点0打印出来了吧 这里面出现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11点0啊 哎那也是说我这里进行个加反应算这个结果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把它运行出来吧 哎你可以看到tuncevelo这样一个程序其实我们写的这样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很多程序基本上我们后面都是按这种逻辑去写的就是按这种逻辑 所以跟我们写这个pathon程序啊或者说写这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程序是不一样吧对吧就相当于是一个新的变成语言的这样一个写哎做这样的一个写代码的一个习惯就不一样了好 那当然啊这里面你以前用的什么函数啊定义函数啊比方一个函数啊肯定是一样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 嗯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个结果打印出来那如果说你想去掉这个警告对吧这个警告我想去掉你怎么办呢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个警告的等级呢 啊哎把这个tuncevelo的警告等级在我们的课件当中也有把它给 调到奥就行了就是说对于这个 您破的os 对于这样的一个青色服务他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警告级别哎把它定为啊那我们再来运想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警告还存不存在 是不是没有了啊哎当然你是圆满安装的最好啊圆满安装的他就没有这个 这个警告了那么如果说圆满安装你也是分为cpu版本和gpu版本的圆满安装对吧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出来哎整个tuncevelo程序是这个样子 对吧我们跟前面定的这个行处加把操作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加把头是这个样子长这个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按这个我们刚才写的这个程序去分析一下这个tuncevelo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这里哎我们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数据流图 这个数据流图就是tuncevelo的整个或者说整个框架的一个设计思想那首先看到这个数据流图呢其实就指代了这样一个或者说tuncevelo的一个思想 那我们来首先来看到这张图看到这张图啊其实这样一眼看过去呢比较复杂对吧有各种各样的部分那其实你不用看各个功能或者各个部分什么意思而去关注这里面有几个总结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一种你看这是不是一条线吧有很多的这一条一条的线吧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其实能看到这里有一个形状那你可以想到这些线里面应该装的都是什么 有一个形状什么东西有形状 是不是你的数据有形状吧 能理解吧哎你的数据有形状所以那在我们这里面在tuncevelo里面我们把这些对吧哎比如说数据到哪个地方哎到这个地方经过一个 这个词我们提过吧sovdmax还有我们的什么爱的哎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什么呢我们的数据称之为tuncevelo tuncevelo它的中文名叫什么呢叫张亮哎这个也是说在tuncevelo当中我们把数据呢称之为张亮那这个跟我们前面什么这个哎什么数字五啊对吧这也是数据的一些一种形是吧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啊后面我会介绍那也就在tuncevelo当中呢他把数据呢都分传成这样一个tuncevelo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是一条直线里面转的这些东西对吧一条条曲线的这些东西对吧一条条曲线的这些东西对吧 接着我们呢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什么 这一个个的方块吧那这些方块在tuncevelo当中呢我们称之为节点啊英文名字叫operation 一般我们简写成啊op简写成op那么这个op呢他就相当于是专门去进行运送啊专门运算的操作节点 专门运算的操作节点啊这是operation这个我们会每个地方呢都会去详细介绍 如果相当于你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运算啊在tuncevelo当中都是一个op 能理解啊哎基本上所有的运算操作那所有的一些操作呢 或者说吧所有操作都是一个op 都是一个op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op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哎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 这个整体相当于是什么啊是不是一个相应的一个图的结构吧 是不是相应的一张图啊那在tuncevelo当中也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叫图的概念这个图呢等下我们解释那一般呢 他英文叫grap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整个程序的结构要注意到他就是指的你的整个程序的结构 那我们来回忆一下刚才我们写的什么程序啊是不是一个加的程序吧 哎我们定义了两个两个这个数值对吧 一个是五点零啊五点零啊五点零我就写五了一个呢是六点零 一个是六点零那最终你干嘛呀是不是要把这两个东西拿起来相加吧 是不是加呀哎那你要用什么呢你要用的一个加法的这样一个操作啊加法的操作 那然后把你的数据对吧五点零输入进去好五点零 好比如说进去了然后呢六点零也要去输入进去 那么输入进去之后干什么 他说就进行一个加法预算吧 预算好哎得出一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得出这样的结果 这就是唐茨佛罗里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称之为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你设计了整个程序的一个结构啊哎你做什么操作 加法操作你做什么 惩罚操作你做其他的这些举证啊惩罚等等是不是就这些操作吧那这些操作是不是都是在一个计算过程等等是吧哎 所以这些呢我们可以把一个整体的程序的结构啊我们就称之为统称之为一个图 当然这一图呢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作用啊它主要就是什么指代的就是你整个程序这些东西吧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Tensor 还有什么东西呢那还有东西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哎在这里看不到什么呢我们刚才在给这个程序定义好之后当你定义好了这个程序之后你能去直接运行吗或者说就是在Person程序当中你直接print 你看什么结果能出来吗不能出来那所以在TensorFlow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叫绘画的一个东西对吧 好那刚才我们的这个什么呢Session就称之为绘画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称之为绘画 这是TensorFlow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个它的一个模块这个模块关专门干嘛呢就是来运算你的图的运算程序的图 也就是说没有绘画你就是定义了一个壳而已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啊有了绘画之后你的程序就活起来对吧就能够去继续运算了所以绘画呢它的这个作用呢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TensorFlow当中啊基本的一些部分那我们在进阶呢我们等一下就会针对于每一部分去说对吧它每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对吧那我们接着来看 在这里面我们的Tensor呢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定义了一个TF.Constant对吧我没有说这个A它在TensorFlow当中啊只是说在TensorFlow当中我称之为它是一个变量 我刚刚一直没有说是它是一个变量吧那就是因为在TensorFlow当中我们把变量有单独的含义啊这个我们也会说的也就是说这个变量呢其实跟我们的张量呢其实不一样啊跟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它不一样它有特定的用处称之为张量啊变量那当然我们Python当中比如说你定了一个 定了一个对吧A等于0A等于0就是这个A我们可以称为定了一个变量A等于0吧它这个硬的类型对吧那在这里我们就不称之为这个A叫变量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TensorFlow一个程序的一些简单的认识好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好那么这边